腾讯股价接连受到打击 那么继互联网之后 下一个风口又在哪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是Mike 我们都知道 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中 腾讯的股价接连受到了重大打击 特别是在本周周一的时候 国家是发布了专门针对网上游戏的一些指导性文件 并且直接是点名了腾讯的王者荣耀 腾讯的股价也因此是暴跌幅度达到了9% 那么对比一下上个星期 也是经过连续的下跌 这样一来的话 腾讯的股价从今年最高峰时候的750港币一股 跌到今天交易日中的仅仅只有430港币 跌幅几乎是达到了40% 那为什么腾讯的股价会下跌这么多呢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王者荣耀的游戏 使得很多的青少年 可能长时间的沉迷于网游之中 但本质上来说 是因为整一个大的方向 目前已经逐步的是从互联网和房地产 向其他方向做转移 所以不仅仅其实不仅仅是腾讯的股价在下跌 我们看到就算是不做游戏的其他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股价也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可能大家要问 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也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 比如说像腾讯 像滴滴 像美团 像阿里等等 这些企业呢 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多的就业 以及很多的税收 那么为什么现在 不论是从资本市场 还是从政策方面 都对于这些互联网 包括房地产企业 连连出手打击呢 其实一个关键的原因 本质上我们就要理解 就是目前的国家政策 正在从发展第三产业和互联网经济 逐步恢复到之前的重新发展制造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呢 传统以来我们一直理解为 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 它占的比重越大 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好 或者是越发达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发达国家 像美国啊 西欧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日本这些国家 他们的第三产业呢 占据的经济的比重 都是超过了50%以上 所以呢 在过去的20年中 中国也是以这个为目标 要大力的发展这个第三产业 像旅游啊 服务啊 金融啊 地产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 毫无疑问 也能够拉动很多的就业 但是 我们要知道 但是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一样 首先我们知道呢 之前的全球化 随着之前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再加上 如今现在的疫情发展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 两年到四年时间里面 之前的全球流通 全球旅游 已经很难再实现 所以 在未来的较短的时间里 我们说到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如果过度依靠第三产业 很有可能在其他方面 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比如说旅游 就不会像以前 制造这么多的经济和就业 比如说教育 同样也是受制于疫情 以及其他方面 所以 特别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 日趋激烈 所以呢 中国目前已经调整了国家策略 从之前的重视互联网和第三产业 逐步转向 重新要发展制造业 以及呢 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是实体经济 高科技行业 和我们知道的新能源汽车 所以说 那么在股市和金融市场方面 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些有潜力的股票 也应该从三五年之前的 比如说关注美团 关注腾讯 关注阿里 目前我们要重新开始关注 之前一直不被金融市场 所看好的实体经济 和制造业 那么这些股票有哪些呢 比如我们上一周 跟大家说到的 像中国的电动车三强 蔚来 理想 小鹏 包括比亚迪 像宁德时代 电池 引领全世界等等 这些 毫无疑问 将是下一个周期内 国家重点复制的企业 那像其他的制造业 或者能够提升核心科技的行业 和某些公司 也将会受到政策的支持 所以说 虽然我们知道 在未来 腾讯也好 阿里也好 他们依然会存在 但是随着政策的转移 随着重心的转移 资本也将会 紧跟着国家政策 来做出调整 我们知道呢 由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 和欧美的发达国家不一样 中国方面的企业 以及相关盈利的机构 都是依靠着政策的优势 在走的 所以一旦政策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资本 还是投资者 也应该快速做出改变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